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切一盘新鲜的尿死肉丝 由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哇哦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 十 九点强强棍 哦 热哦 嗯 好吃 嘿哈 欢迎来到十九点强强棍 我是强哥赵子强 今天节目开始了 妈妈妈妈还记得这首歌吗 八零年代很红的一首跳舞的歌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We're no strangers to love You know the rules And so do I I feel commitments What I'm thinking of You wouldn't get this from Any other guy I just wanna tell you How I'm feeling Gotta make you understand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Never gonna run around And desert you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 Never gonna say goodbye Never gonna tell a lie And hurt you I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是英国 Rick Astley哥哥 他帮你那很熟的一首歌曲 哎呀 一听了以后 马上有怀旧的感觉就来了 哎呀 那个时候对不对 捧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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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地上有华石粉 或者废子粉嘛 对不对 哎呀 讲到怀旧 我们今天来怀旧一下 今天呢 我看了一个新闻 里面就整理了很多 大家都可能已经忘记的是 比如说 以前车子的车窗 用手摇的 而且有的呢 要很用力才摇得下来 啊 什么 你们家现在还用手摇的 不要笑 不要嘻嘻 不要嘻嘻 现在有一些计程车司机的大哥们 他真的还是开 保养的还可以啊 对不对 保养的也还可以啊 就是手摇的啊 也挺不错 对不对 强哥以前的我第一台车就是手摇的 哎 有一次我那个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面 糟糕了 前面的车灯也没了 后面的呢 方向灯也没 也就是 我在黑夜中的一台黑的车子 这时候我很害怕 因为在高速公路 你怎么晓得别人用 九十一百公里的车速 等他发现前面有台车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亲在一起了 这时候强哥集中生智 我就拿了手电筒 把车窗摇下来 把手电筒伸过去以后 在外面这样一直摇 天啊 左手摇手电筒 对不对 告诉别人说 这边是有一台车 或者有飞碟这一类的 右手拿好方向盘 所以有时候摇一摇 方向盘会跟着手 哎呀 讲到手摇 车窗好多感觉 有时候摇摇摇整个 啪啪掉下来了 只能用手往上推那个玻璃啊 拉也不是 推也不是啊 哇 讲到这个好多 还有还有还有 以前 现在网路很方便 以前播接机 对不对 速度慢 常常用上网上到一半 正在打电动 别人就说 不要站线 切掉 我们要打电话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 常常是网路跟电话 同条线嘛 而且不能同时使用 除非你各接各的 还有 以前出门怕迷路 车上都要放本地图 不然还要把路线整个印出来 对不对 对对对 现在根本的真的很少这样子 对不对 以前会有那个 你说 我爸爸 就我小的时候 爸爸车上有一台 那个导航 都会把你们导到 稻田里去 现在的不错了 现在导航不错了 对不对 比较真的 你到外线是真的导航真的是需要了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了 包括以前家里面都有一堆光碟 记不记得 现在呢 连硬碟都可能省掉了 用云端或者串流 在追剧或听音乐 或者呢 那个时候每个人家里都有 红色的跑车 不是可以拍的 开的是怎么样 用来回带啊 回录影带 放进去 回带的对不对 现在连录影带都没有了 有什么跑车 对不对 甚至有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 滑鼠 电脑的滑鼠 以前翻过来肚子上面有一个滑轮 那滑轮 有的时候那个滑轮 皮都掉了 剩下一个塑胶的很不好滑 什么 哇 你们现在都没有用这些东西了 对不对 可是 大朋友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 其实这些所谓怀旧的东西 其实也似乎是没有多久以前的事啊 是 koljuk 也乘到 快一点 jam 你在 quanto 您 对不对 是 不过 你 出席 有 我 你在 cer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习林 习林姐姐呢 这个不仅是歌唱得好的 舞台表演也很厉害 这也算是时尚的一个 领头者了 领头羊了 她看起来有随性的搭配 都气势很强 很多人呢 也不但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她把自己的宠物啊 毛小孩 也搞得这个水当当 很突出 一走出来说 这是羊还是狗啊 吓的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有些主人呢 这个走偏了 其实跟人也一样 有些人为了美都不顾健康了 把自己搞得很美 结果呢 下巴也怕碰到 对 睡午觉也不敢趴着睡 到起来鼻子扁掉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些主人 对不对 把狗狗弄得这样 然后狗狗生病 反而不愿意花钱治病呢 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再次很高兴 能够请到宠物达人 杨静宇 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医师好 哈喽 强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赵冠丽 我们除了今天开始聊天之外 我们来讲一则 跟宠物有关的新闻吧 好 我想分享大家 就是今天联合晚报 最热的 今天刚出来的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宠物美容 同时刚刚我们强哥讲到 这酒令装扮得很漂亮 然后呢 我们家的毛小孩呢 也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干净 那因此呢 这个宠物美容业的 这个检定考试呢 就从今年开考了 对 也就是说 它除了一个专业的修剪 这个树科之外 它还有一个学科的测试 这个学科的测试 就包含就说 有它这个宠物一般的行为 或者心理 或者基本的一些医疗尝试 所以说呢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其实是让我们的毛爸爸 毛妈妈们 帮我们的宠物 带到美容院去 会更有保障 那比方说 如果说他在修剪毛的时候 突然觉得舌头发黑 发干了 它可能就代表 他的心肺循环有点问题 他可能太紧张或等等 因此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检定 今年开考 我觉得其实是对我们大家的 毛爸毛妈们 最好的一个保障 这其实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对于从业人员 也可以分出 对不对 谁是真正优良的 谁可能是于目混出的 就是有照无照的差别 这会有照吗 以后就要给 以后就要 但是这个美容师 这个需要证照 那当然这个主管 机关农委会 他说他会评估 但是依照一般 我们大众的需求 尤其是我们现在目前 他所公布的资料 台湾养狗的支数 到一百七十多万只 养猫也到六十几万只 一百七十几万 台湾 所以说 也就是说 这个市场的需求 跟这个我们的 这个消费的这个保障 现在是我们 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相信 宠物的美容证照 应该农委会会通过的 哇 不得了 这个就是 这个 以后 像 像杨医师 你自己本身也一直都 有在推动这方面 你自己觉得 是 你觉得像美容师 或者是 或者是像 不是帮 就是帮狗狗洗澡 这也算是美容师 对 那像这个 你觉得 就整个的 未来的这个发展上 是不是就应该有 证照 考核 或者是 像一般的医生 也都有 对 的确 这我个人觉得 非常需要的 因为在我们 临床工作上面 在我们医院附近 有几家宠物美容院 那我们往往都会配合的 当他发现到 这个宠物在这个烤箱 或者是在吹毛的时候 他有一些异常的状况 比方说 开始就是晕倒 或是开始就整个无力 在弃喘 这个时候 一定要有警觉性 赶快送到医院 来做第一时间的一个救治 对 那此外 难免 因为我们晓得 在这个美容室里面 它是在一个桌子上面 有时候一个没有控制好 跳下来 跳下来 有时候 摔伤 摔伤 或甚至于前肢的骨折 它的齿饶骨骨折 所以因此 这个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医疗的尝试 还有在修剪的时候 哪些东西不能碰 比方说修眼睛 那不能拿梳子 直接对着眼睛刷 或者是说高温的吹风机 对着眼睛吹久了 它角膜都会受损 所以说 其实看这么简单的 一个宠物帮狗狗洗澡 这很简单 可是的确 它要注意的事情 非常的多 所以这应该是 对毛爸毛妈来说 这是一个利多 对不对 宠物美容 不过对于业者来说 可能真的是要整理整理 准备 还是要有一个检定 不能就是说 好像只是说 我劳力 我就拿来 狗就洗就对了 对 这个整个的产业 你刚刚讲 一百七十万 这个狗只也蛮多的 蛮多的 所以我们整个要进步 整个要往前提升 所以这个症状 或是一个基本的 一个检测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好的 最新的宠物新闻 烧滚滚的 大家都听到了 我们进来谈 今天有趣的话题 来讲说 这个狗狗 爱美 爱水不怕流鼻水 会不会只爱美 而不管健康呢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你们家的毛小孩 你有带他去美容吗 不是整形 美容吗 剪毛吗 染毛吗 你有些什么样 你是怎么样 爱你们家的狗狗 你觉得对他的爱 或者对他的外在 你有些什么样 特别的要求吗 或者是冬天 一定要给他穿 很可爱的衣服 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我们慢慢来 先讲最近下雨 有很多狗狗 他们也穿雨衣 对 这个对于一个 专业医师来说 您觉得呢 这要看我们的犬种 如果说它是长毛型的 比方说像这个哈士奇 比方说像这个大型犬 里面来讲 像黄金猎犬 因为它毛比较长 所以如果下雨天 带它去散步 那如果弄湿了 没有吹干 很容易会有些霉菌 湿疹等等 所以穿一个预防的 这种雨衣 的确是有需要的 那你意思就相反 短毛或者小型犬 就不用了吗 因为它吹干的速度很快 它就短短的不到一公分 也对 所以可能吹风机 吹一下三五分钟就干了 也对也对 好的 爱狗人士 爱猫人士 欢迎赶快打电话进来 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我们杨医师在现场 我们就一起可以聊一聊 他除了临床上面 理论上面都很多经验 尤其他自己多年来 也一直在推动 更好的宠物的 饲养的一个方式环境 而且其实宠物养好了 我们人的生活才会好 对 真的 因为曾经我的 临床的工作上面 有些狗狗 它突然的 就是说因为急性的一些 比方说像胃扭转 有些大型犬吃饱了以后 这也是常常发生的一个问题 就是吃饱了到处跑 甚至于在地上打滚 就急性胃扭转 如果三个小时 不赶快开刀处理的话 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常常我也被问到说 我们家养的狗狗 到底是要先散步运动 还是先吃饭再运动 我疑虑的回答一定是 散步回来休息半个小时 再吃饭 对 吃太饱滚来滚去 胃还会扭转 扭转对 哇塞好可怕 好的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白妈妈 来了 白妈妈你好 强哥好 我们杨医师在现场 你是怎么爱护 你们家狗狗猫猫的 我每个礼拜 都会送他们去美容 哎呦 很早 哎呦 每个礼拜都要洗哦 对 每个礼拜都要洗 哎呦 因为我养的是白色的狗 白 你意思是说 如果放三个礼拜的话 就变成灰色的 放三个月不行了 就变成黑色的狗 放一个礼拜就变黄的 黄色的 哎呦 我的天呐 好的 那这样 这样也还不错 到底狗狗 去洗澡 因为狗没有汗线嘛 到底狗狗洗澡 多少的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呢 或者是 其实大概像白妈妈 白小姐这边的话 大概七到十天是OK的 七到十天是OK的 是OK的 对 哦 还不错呢 都是固 你有特别帮他们白色 你有没有染 有一阵子台湾不是习惯染 染成什么 我又看过粉红色的 还有紫色的 紫色的 没有 我觉得那样子很不人道 他也没有说他喜欢那个颜色 你干嘛帮他染那个颜色 哦 但是你喜欢啊 有很多主人就 我不会 耳朵染那种颜色 然后头染一个颜色 身体 我是那种很崇尚自然的 我的狗如果去美容回来 他帮他绑一个蝴蝶 或者一个橘橘 我会立马把他拔掉 因为我觉得他不喜欢 我就把他拔掉 哇塞 你应该养狼啊 或者养猴子 你这么喜欢这么野性的 养一只狼 养一匹狼应该还不错 好了 开开玩笑 哇 这也是一种主人 对于自己宠物的 这种这种 这种要求 好 我再多问你 刚刚刚 接今天的宠物新闻 去这种宠物店 去给美容师这样的处理 有没有偏差过 让你觉得 哎呦 的事情 有耶 我其中有一只狗 在之前的一家美容的时候 回来了以后呢 他就一直扎一只眼睛 一直扎一直扎 然后就把他带去看狗的眼科 然后后来呢 后来呢 这个狗的眼科 就跟我们说 他是被那个 就是清洁液 去就是刺激到 他的 他眼睛有进到清洁液 所以就刺激到他的眼睛 哎呦 那这家那个 因为我们是包月的 然后这家 这个洗狗的 当然就不愿意承认嘛 然后我们就说 可是我们带去狗医生 那边检查 他都说是因为被 清洁液用不到 从此以后 就再也不去那一家了 那包月 剩下的钱有拿回来吗 包月剩下的钱 让没有试着 那个狗继续把它洗完 好的 谢谢白马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哎这也是 嗯 的确 有的时候这种 真的良悠不齐的情况下 他真的发生一个偏差 他不承认 有时候你也很尴尬 对没错 因为有的时候 洗剂会造成刺激 那刺激回去以后 他就不舒服 他就用手特别去抓 所以有时候洗完澡的时候 第二天 那个眼睛这样半咪的 对对对 那半咪的表示说 他的结膜可能受到刺激感染 对 哇 还要特别去眼科啊 嗯 那宠物都是 像你这边都可以看 为什么还有狗眼科 这树叶有专攻啊 这个眼科 他里面的仪器 是特别不一样的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哇 哇 甚至于他要检查眼底 检查这个瞳孔 都有不同的仪器 嗯 这就您现在所知道 我们在台湾 现在真正分科 有分哪些科 我好像听到有心脏科 有心脏 有骨科 骨科 有眼科 眼科 是 然后还有肿瘤 还有肿瘤 对 还有内分泌 内分泌 哇 快比成人变人类的多了 因为人 现在都是什么六大街空 大家 狗都更专业啊 什么时候 我们要台湾开放 狗的健保 那就更厉害了 把虚幻 孤单 终结 开始 新的 底液 爱就爱 错就错 面对真实的自我 不强求 不保留 未来在我的手中 I'll give you love 听听听全世界 台北市民政局公布了夫妻生养两胎的调查 内容包括理想小孩数 还有与生养两胎的信心指数 调查发现有七成的爸爸妈妈希望有两个小孩 一成四希望生三个 总计有八成以上的爸妈希望有两个以上的小孩 此外 调查中也发现在师傅相关补助下 近四成的家庭认为生养两个以上的孩子 经纪上是可以勉强打拼 三成二认为不算困难有信心 总共有七成以上对于生养两胎的信心 中等以上 而在目前的就读台北市公司立幼儿园的2955名的幼儿当中 发现近四分之一是家中独生女 而子女了 这些独生子女的七成希望的兄弟姐妹作伴 对于鼓励生养第二胎的 北市府也表示呢 准备将第二胎的托育补助从3000元 翻倍到6000元 预计在下半年实施 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个新闻一定有鼓励的效果了 但是我觉得鼓励效果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个在很多的国家来说 随着这个各方面的独立和进步 这个生养很多小孩的这种 真的是并不是那么容易了 不是说3000变6000就愿意多生三个 那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而且有的时候不只是经济的考量 而是在很多生活啦 还有工作的考量 像日本他们也是有这种 就是他就是让女性生了小孩 他还能够继续就业 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而不是一生完小孩 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托育的中 托育的单位 你多给3000 你也不见得真正找到能够托育的人嘛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 好 接下来这个新闻就要告诉你了 不可以小看了 小朋友啊 上体育课的时候 鞋子破了 成了开口校 彰化县文开国小的同学 得到一个灵感 展开超级黏土的研究 不但成功地研发了自制的超级黏土 上周我呢 更获得了第57届 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化学科第一名 哇 团队的成员就说 鞋子破了以后啊 这个老师拿超级黏土给他们修补 大家发现目前呢 超级黏土都要进口 一包要800块啊 太贵了 因此大家就想到 哎 你们自己来做一个超级黏土 同学们就说 研究的过程是蛮辛苦的哦 他们从成分开始研究 最后找到了调制材料的黄金比例 包括20公克的华石粉 20公克的系统 就细胶了 然后呢 两个公克的玉米淀粉 制作出来的超级黏土 成本不到一元 效果跟进口的测试结果 几乎一样 大家超有成就感 好笑是好笑 他们好我叫 年纪小小 要我的身体高 只要有谁 要别坏人进不了 好笑是中南海海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听音乐 只要我叫你就起初不忘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也留上手苍天天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坐着摇曳 慢慢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 手心里的宝 赵云华姐姐的最浪漫的事 就在这个歌声中间提醒各位一下 昨天讲了 为了庆祝父亲节 咱们在粉丝团跟大家进行个小活动 大家现在只要到咱们的 news酒吧官方粉丝团的活动贴文当中 留那么一句给爸爸的话 然后我们就会在8月8号 父亲节当天每个现场的节目当中 抽出一位留言的听众 除了将你想要对爸爸说的话 给你说出来 同时你还可以得到我们 帮你准备的超精美 随身型蓝牙广播影响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就送给你爸 做那个父亲节礼物 也不错了也不错了 有的时候大家也一直不知道 对不对 要买什么这个也不错 赶快来参加 很有意思的 讲到浪漫的 除了对爸爸对人之外 对于毛小孩来说 现在人真的是超浪漫的 对不对 意思 没错 你这边有接触过 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很夸张 很感人看着都掉眼泪 什么主人生病 狗狗到最后到他的病床前 跟他这样子两个人这样子对望 狗狗趴在他的胸口这边 主人这样子 我的天哪 现在讲起来都鼻酸 倒过来 狗狗不能走了 主人背工作辞掉 背他去去去走去去去旅行 哇塞 这个超浪漫的 真 我想这真的是比这首歌唱的更浪漫 在我 在我的临床工作里面 我真的是 有曾经有主人 因为狗狗走了 他这样子需要去看精神科医师 哇塞 而且吃药吃的两年多 后来你知道怎么好的吗 怎么好的 再养一只 对 所以说我说这个宠物跟人之间的这个见解 这种桥梁真是非常非常牢固的 你这样讲我就不得不像听众朋友 告解一件事情 朋友们送了一只狗 那个狗很皮 聪明 会跳在我的床上小便 当着我的面尿出来 然后呢 就是极其恶劣 然后呢 你买的早餐呢 他能够不破坏袋子 把你们东西吃光 留个空袋子在外里面 也不知道怎么偷吃的 好就很气 然后旁边的同学啊朋友啊同事都觉得 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那于是呢 就有好朋友呢 就说我帮你找一个 有大草地的 在台中 有地的 一个很爱狗的人士 那位大哥还特别开车到台北 我们相约 不叫面交 只是先面谈一下而已 我们就把狗牵过去 然后呢 那个大哥呢 在中正经历堂一看 看了 第一眼看完他就说 这不适合我 哪有这么快 该生素质太差了 差不多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 看他就是 他说我跟你讲 然后接下来 剩下的半个小时 他都在讲他过去的前一只狗 他其实不是说我们这个狗不好 而是呢 他无法忘怀他前面那只狗 真的 就像你刚刚讲那个 我觉得 当时我听了说 全世界的狗大概都不行 对不对 因为他永远就是 他说我那个狗怎么样 我走到哪里 我叫他坐下就坐下 然后他会跟我 我们两个一起坐在那边 不用讲话 我们两个内心都好像在聊天一下 我说大哥 我现在坐你旁边 我都不知道我们心里在讲什么 所以他其实根本很难 我觉得其实那个主人爱上那个毛小孩之后 那个情感简直是 没错 很可怕 基本上在这个毛小孩的成长过程里面 大概从出生到一岁 他是一个学习阶段 我们称之为幼犬或幼猫棋 然后一岁到七岁呢 是人生最光辉灿烂的时候 所以我们往往所有的好的记忆 往往一些好的一些 让我们一直回味不已的一个记忆 就这个时段 然后之后到了八岁以后 他逐渐慢慢的也走向了高龄 所以说在这个动物的毛小孩的三个阶段里面 我们正在好好的掌握他的这个每一个阶段 我们该帮他做的事情 这才是一个最浪漫的事 那当然就需要更多的机会 能够像听到像杨医师这么有专业经验 这么多临床经验的朋友 医师来告诉我们 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 有妈妈打电话来说 这个杨医师我们是什么时候来 我们常常听到你的节目 对不起 本节目的主持人暂时不会换别人 这对于本节目的本来的主持人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强哥有拿一把刀在这边 没有 有一种感觉被人家 就毛小孩被人家丢掉换别种羊的感觉 没有了我们的医师马上 9月9月4号开始 9月4号 9月4号晚上8点钟 就在本电台 礼拜一 9月4号礼拜一 以后每个9月开始每个礼拜一 我们的杨医师就会在本电台 跟他在空中固定相见 希望大家这个能够持续的收听 那我们也是会开放call in 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当场给他交换 多好多好 就是真创造更多浪漫的时刻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 你是怎么样爱你们家的毛小孩的 怎么样创造你们的浪漫时刻 你慢慢变老 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这真的是很多主人跟毛小孩彼此的心思 那主人当然好好照顾毛小孩了 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的官方粉丝团 哇留这个爸爸姐的这个 爸爸给爸爸一句话 哇留的真的 大家去看一看 真的非常动人 很感人 婚前是爸爸帮他剥虾子 婚后就是他帮爸爸剥虾子 哇真的也是不错的 说不定 其实也有人就是父亲节 送爸爸一只 算了不要了 爸爸想说哇光 其实有很多长辈 其实还蛮喜欢有一个毛小孩的 是不是有没有 的确 在你的这个这个这个 看诊的实际状况 是不是有很多长辈 其实他真的还蛮爱毛小孩 没错 长辈他对于 因为他退休了 所以很多大部分 因为子女都要上班到处去忙 所以说宠物占了他生活大部分 只要他今天不吃了 他就非常紧张 然后电话就来了 喂 他怎么不太吃呢 或怎么等等之类的 那其实我这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另外一个我最近听到的 就是说蛮那个的 就说有一个有一个我们的老父老亲们 他现在大概71岁 然后呢他的宝贝16岁走了 可是后来我就说那现在无聊 他现在生活里面我们再养一只吧 你知道他回答我什么吗 我不养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可以陪伴你啊 他说如果一只狗狗可以活16岁 等到这只狗狗16岁的时候 我87了 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所以说我现在在养一只小狗狗 那等到他是老的需要照顾的时候 我不在了 他多可怜 所以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蛮蛮感人的 因为爱而不愿意再养 那不是再养 我爱他我不要再养 他担心他年这个狗狗年老的时候 他没人照顾 对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我剥虾子给你吃 你剥虾子给我是干嘛 我又不是虾子 开玩笑开玩笑 不过这个这个我觉得您 您在你的这个行医的过程中 其实应该有很多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真的真的未来大家想听 就9月4号开始礼拜一 晚上8点钟就可以听杨益斯 然后你们打电话去跟杨益斯聊 对 但你如果要我转告打电话来这边 我也可以转告到杨益斯 因为我也常会跟他联络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 只要养狗啊 或者关心狗狗 或者是毛小孩猫咪啊 其实呢 他服务的范围很大 那也希望未来 杨益斯能够在更多的层面上面 能够帮助我们 一定 好不好 在法令上啊 在整个环境上面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好的 因为受医师的天职就是这样子 对 医者父母心 很可爱 她是我的今天的特别来宾 进来的时候呢 她还帮我扶椅子 因为怕我强哥跌倒 哪有这样的特别来宾 但是刚刚一听到另外一个妈妈打电话来说 主持 其实这是不是一种 开玩笑我想太多了 不过回来再讲一下 最后我们想了解一下 在医师你的经验当中 刚刚讲的这个老先生老太太 对于这个狗狗猫猫 在你过程中 你会不会觉得有哪一种人 真的不要养狗 不要养猫 他们真的就算了吧 他们不要害猫狗了 有没有哪一种人 你能不能讲一下 当然有啊 就是把这个宠物当成这个猪在养啊 就是说她可能就是说 当时一个兴起啊 就哎呦我养一只好可爱 你大刀有 可是呢 发觉说她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食衣住行到有人照顾 可是她又没有办法去这样子 花时间去 所以每天呢就是丢一个饲料 然后那个便便堆到 那个盘子都满出来 就身上的毛全部打结到那种 像丐帮一样这样子 然后整个就 就像我们刚刚那个白妈妈讲的 他的狗狗现在也变成灰的黑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责任感 没有当一个负责任的主人 真的就不要去养一个宠物 这样子 也有 有啊 有有有 你们有去救过吗 有啊 有没有救过这样子 这种一定是 一定是经济能力很差的主人吗 也未必吧 也未必 他就是说 他就是说 他就是我的物 他不是一个宠物 他是一个物 就是一个东西 就像个台灯一样 就放那边 好可怕 对 这真的不适合养人 这真的是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主人有时候很残忍 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戏 做过这个流浪狗的故事 才发觉其实有些好可怕 而且我上次还看了一个 是不是也在网络上 现在这网络的速度太快 所以就把一个狗狗养在 我们上次节目 去养在阳台上 大的那种狗 对 养在那种很窄的那边 就像当猪养这样子 是啊 真的 真的是不适合 与其这样子的话 赶快开放人家认养 对 倒过来讲 像这样子的主人 养出的狗或猫 是不是个性会有 开始有点变态 是啊 因为狗狗当你没有好好照顾它 它一开始就开始 会先闯祸 先搞怪 吸引你的注意力 如果你这时候还不理它 就开始沮丧 它开始就是自残 有些生存一夜之间 把脚上的毛全部咬光 哎呦 猫咪只能整片 背上的毛全部咬光 这时候你再不理它 OK 它可能开始有一些 暴富心出来 攻击性 可能一个不小心 它可能就 一股脑全部发出来 所以没有一个宠物 天生就会咬人 攻击人 或是说没有一个 不够聪明的狗狗 其实都是我们主人 没有去尽到 我们该做的责任 天下没有笨的狗 只有不禁止的主人 哇 听完以后 我很抱歉 惭愧了 原来我们家那只狗 在床上尿尿 是我害他的 害他头啊 我强哥你太忙了 是是是是 真的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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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后来现在这个狗狗 都在我们的剧团 从早到晚到睡觉 都有人陪 强哥最近脚有点受伤嘛 所以说 你也没有办法陪他 很happy啊 这样子啊 他happy的不得了 他过得很好 别人煎牛排给他吃啊 煎牛排啊 嗯 我说我能吃吗 就没有的 特别是给他的 后劫 后劫 我快给狗吃 他说我没有加任何盐 哦 他们过得也是不错的 是 所以其实任何的动物 你给他爱 他就会用爱来跟你呼应 绝对的 对不对 而且甚至于超过十倍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啊他在这边遗弃了他 他坐那边等他三年了 对不对 像那个那个中泉小八 哦 对啊 他就在车站等 超酷的 对不对 昨天前天我在网络上看到 有一只猫咪 就已经快要被安乐死了 在国外 结果他那个主人 刚好就把 就把领养回来 嗯 那猫就靠着他那个主人 那个脸上这样子 嗯 他好像真的有所感哦 对 都知道的 都知道的 哇 这个这个这个 动物的故事 真的听了以后真的 为什么这样 我是觉得 现代人对于人啊 人际关系有更多的怀疑和不信任 嗯 反而当你有一个宠物 他们是直来直往的 你给他爱 他就以爱回应 所以人都会别的很快乐 对 那对 这我想说这个 最后的提醒一下 就是说 预防中医治疗 也就是说往往 我们节目一开始就 大家可能花钱在美容上面 是不是比重失衡 生病了 治疗 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 比方说现在最流行的新丝虫 或是一些跳蚤鼻子传染的胶虫 这些都是一个将来医疗费用非常高的 因为像胶虫 他可能要靠输血 那输血的费用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预防中医治疗 当我们爱一个毛小孩 我们就把他做好最好的生长的过程 跟环境 然后他预防他得到很多的疾病 固定固定吃 对不对固定吃 新丝虫 对 是要固定吃药 对没错 胶虫呢 胶虫的话就是要点或者吃都有 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排除掉 因为等到胶虫的时候 它红血就会急性的贫血 胶虫是多久要点一次吃一次 也是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 对 所以预防绝对中医治疗 赶快了解一下 我对新丝虫是知道的 因为新丝虫 这个好像在台湾这个已经 也是讲了很多年了 胶虫是不是也很久了 是啊 对胶虫没什么概念 糟糕 回去小心一点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那也祝福接下来9月4号开始 开播您的节目呢 能够有带来更多爱的讯息 给很多的主人跟毛小孩 谢谢强哥 谢谢听众朋友 也祝福各位 跟各位说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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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